嗨,早上好,现在是在安卡拉的第二天 我们来看一下我这家酒店的早餐 简简单单的早餐,有茶,咖啡,然后一些也是起司 然后一些甜酱,果酱 这边这一间比较特别是有给蛋 那个剩手蛋,这个是他们的甜点 一些水果蔬菜 一样的也是有这个,这个叫橄榄,腌制橄榄和面包 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早餐 烛饪鸡茶 面包 还有一些酱,铁果酱 跟咖啡还有蛋 好,吃完早餐,我们现在 在他们这边附近周围逛一逛 然后我们打算就是去他们的博物馆 去他们的博物馆看一下 然后再去他们这边周围有一个城堡 很美的城堡 我们就去那边逛一圈 现在外面天气蛮冷的 今天今天温度好像又降低了 我们跟着那个谷歌地图 带我们来走这个相间小路 有个小斜坡 今天周末很多商店都没有开哦 只有开一些小小的商店而已 要到他们的博物馆啦 前方右手边就是那个博物馆的入口 到达他们博物馆的入口处 到达他们博物馆的入口处 这一个 来到他们这个 阿南多路博物馆啦 一九二一年就有了 所以是差不多一百年历史的博物馆 我们进去参观吧 走 哇 现在他们的门票期价 期价期得很高哦 两百八 好 我们买了他的门票 两百八 啊 最近的门票好像都是期得很高 你不用掌握了吗 哦 OK 掌握入场 啊,进来了 好,我们到达 这一个 应该是算是土耳其文化博物馆吧 文化博物馆 走,我们进去里面吧 博物馆有可能不能拍照 不知道能不能拍 哦,Audio Guide就是跟着团走 活动的 可以拍照 都是同样的 有没有 吃完 你看 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 是土耳其安卡拉的一座博物馆 博物馆建筑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建造的一个巴扎和一个驿站 前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64到1471年 他们在1940年被改造为博物馆 1943年开放 其中展出的是安纳托利亚史前道赫梯 弗里吉亚文明的文物 博物馆建在一座小山上 需通过一处窄且斗的小街才能到达 和繁华热闹的市区相比 这条小街更加安静 与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类似 这博物馆占地面积也不大 但古典中透露出精致 绝对是一处世界级的博物馆 还有一个地侧室哦 还有一个地侧室哦 这是被割掉的咕咕 这是罗马时期的一些雕像 现在参观完这个博物馆 我们也是逛了很久哦 逛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多的时间 才逛完整个博物馆 因为我们看的蛮详细的 我们现在要继续往上走 往上走然后去他们的那个古堡 他们这边有一个古堡 所以我们去古堡就可以 看完整个安卡拉的风景 走 这边啊 这个 这个一个小城堡 这边有卖木材 什么木材 什么木材 人真这样 应该 好像我们那边的东卡阿利嘛 这个嘛 就是这个城堡 啊对 原来是这样靠近的 这边静啊 那边有点咖啡 NKF 诶 又好像不错 这边楼梯上去他城堡 我听他城堡是不需要很漂亮的哦 哇好漂亮哦 他这些好像搞定菜哦 爬上去 爬上去上他的城堡 现在爬到差不多城堡的入口处有一点喘 太久没有爬山了 上来了 啊 入口那边 安卡拉古堡 矗立于安卡拉全城的山坡之高点 在公元前二世纪时 由古罗马人建造 用于军事防御 这里的道路错综复杂 残渊断壁间 这边充满着历史的沧桑 啊 啊 有人爬到上面去 啊 到底还没啊 啊 全部红色屋顶 全部都是红色的屋顶啊 啊 啊 对面有一个城堡 可是没有游客的 应该是上不到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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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那邊方向走 那邊最多人的 風景應該是最漂亮的 那邊上面也是可以 老城區好漂亮 紅色屋頂 那邊看一下 如果敢爬上去的話 就可以看到更美的風景 可是有一點危險 還可以繼續往更高走上去 哇那個爬過護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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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完这个安卡拉城堡 我们现在往下走再去另一个景点 或者去找一个午餐来吃 找个安卡拉午餐 吃 有什么 这边有安卡拉空中缆车吗 在哪里 很远吗 走一个小时 走路一个小时啊 安卡拉缆车真的有嘞 走,我们去找看 要不然我们坐地铁 应该可以到吧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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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整个是挖挖的 那里面坐到很有感觉 你知道吗 还有衣衫 哇 这边卖很多 古蒙王 到他们的那个步行街 这闹的地方了 这个有卖这个面包 跟他买了 跟他买了这个面包 谢谢 刚买了这个10元 10元 很多芝麻 吃一下 满水都是芝麻 好香哦 可是比较冷冷硬硬 可是是很好吃下 很香 他面包 这边才是那个 这个城堡的正式入口处 我们刚才是从后门进去 从这个城堡出来这边 整个老城好正闹哦 好漂亮 想要从这边走吧 好 我们现在下到山底了 那个老城街的那个老城区的那个入口处就是在这边 然后这边全部已经开始是那些比较新款的那些商店了 什么 偷牌 对啊 这边 这边有一个跳蚤市场 小蛋口 卖一些旧货 卖一些旧货 一些旧货 一些旧货 哇 我好像走都是 我们在酒店拿了行李 现在我们要去地铁站的方向了 要去到那个地铁 然后去那个巴士站附近吃一个午餐 我们今天打算吃KFC肯德基当我们今天的安卡拉的午餐 出发 穿过这个公园 就到地铁站了 乌鲁 地铁站 早上的公园 很多人啊 很多人啊 来到正道一条街 这边 好多人啊 好 我们终于来到午餐的地点了 就是这一间 肯德基 下一个 我们先吃KFC肯德基 没有人的 来 我们很搞笑哦 吃肯德基 完全没有人 肯德基 诶 不一样的啊 一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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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知道它炸鸡酱多小小个的 它只有一种吗 蛤 只有一种啊 它这种 它这边没有分化很辣的味道 哦 不一样啊 嗯 不一样味道啊 没有 它这个是 五骨啊 没有骨头啊 哦 这个是没有骨头 还能拿个酱哦 然后这样 这个炸到比较黑 对 这个是他们的酥米 干干的哦 像白色的 大家好不好吃 等下吃看 然后有薯条 它薯条看起来就好像很好吃哦 嗯 哦 什么 芭蜜 跟茄茄 番茄酱咯 它们没有辣椒 啊 没有辣椒酱 这个面包也是 不错 好像我们这边 早餐吃的那种 硬硬的面包 然后炸鸡 这个是五骨的 嗯 还有一个鸡腿 啊还有一个鸡腿 全部是鸡腿来的哦 哦 他们这边很喜欢吃鸡腿的哦 150里啦 一套 蛮便宜啦 不错 是它 五骨的炸鸡 做到鸡腿的样子 可是没有骨头的 这个就跟我们那边的 那个 辣椒酱的 皮油也一样 可是它没有辣的 没有辣的 好像辣的这样子 诶 谁讲五骨 有骨头 明明就是有骨头 这个比较黑的 我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口味 这个比较特别一点哦 还有黑胡椒的 黑胡椒口味 这个我们马来西亚没有的口味来的 他们当地人的这边的 黑胡椒口味来的 这不叫我 黑胡椒 黑胡椒 可是他们的炸鸡也是炸到很脆 很软 肉质很嫩 好吃好吃 很好吃 它已经是把那个 他们有给汤汁吗 这个 没有给汤汁的 也是用茶吃 这个 也是蛮好吃的 它已经是把那个 土豆泥 然后里面已经有加了牛奶了 应该加了一些牛奶之类的 奶酪还是牛奶的 所以已经是蛮有味道的 而且很好吃哦 好吃 好 现在吃饱KFC啦 我们要出发去那个巴士站啦 今天的视频 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吧 我们明天是在攀红花城见 拜拜 我们来吃e饱饭 我们来吃鸡肉 给你们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